台北街頭的異國料理雖然很多 可是什麼樣的異國料理 就連老外朋友也覺得 非常的懷念呢 這道地的家鄉異國料理 我們今天就要帶大家 一起去嚐嚐囉 注意注意 台北街頭有熊出沒 穿著圍裙的大熊 原來是這間德國餐館的鎮店招牌 手裡還拿著德國最著名的啤酒 以及德國捷麵包呢 這裡是間老字號德國餐廳 引進了德國最新流行菜色 所開設的新品牌喔 第一道它就是一個馬鈴薯餅 它的名字叫什麼 馬鈴薯餅 然後佐鮭魚 對 然後它這個的做法呢 就是說把新鮮馬鈴薯然後去 刨成絲 然後用絲之後然後壓扁 壓扁以後先煎 煎好之後拿到那裡去烤 對 然後都不用加任何調味 就吃天然的馬鈴薯香味 你看它這樣真的一絲一絲的 那個馬鈴薯刨得很細 可是它是就是新鮮馬鈴薯 就把它組合成一個餅對不對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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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薯餅跟我們一般印象中的薯餅 不一樣耶 它因為一絲一絲的 然後我甚至覺得它還有一點脆脆的 對 沒錯 沒錯 然後而且水分好多 用鮮煎 後烤的方式 完整把馬鈴薯自然的甜香 濃郁在這一道馬鈴薯餅當中 比起一般油炸的馬鈴薯餅 顯得清爽 自然 好吃耶 搭配上鮮嫩的煙燻鮭魚 以及店家特調的酸奶優格醬料 光是第一道的開胃菜 就豐富 爽口的胃口全開了 接下來這一道呢 我覺得它可以算是那個 等於是肉類的大雞 對 沒錯 可是它不是把肉直接就是烤了之後 呈現在這個桌面上 它其實是用一個燉菜的方式 對 沒錯 在德國其實他們吃豬腳的方式很特別 在南部他們比較喜歡吃烤 對 然後在德國的北部呢 就是喜歡吃那個 像這種水煮的 燉的 下面的醬汁是用什麼醬汁 那下面的話它的湯汁呢 是用雞大骨還有豬大骨 然後去熬成的高湯 然後加點蔬菜均勢 所以它有一種鮮甜的味道 那個湯汁也是可以拿來直接喝的 我第一次吃豬腳吃得那麼清爽耶 對 然後這個呢 其實它的那個底下的那個醬汁 我覺得因為它還加了一些酸菜 它其實有把酸菜的那個 醃漬過後的它的香氣 燉到它的這個肉裡面 對 沒錯 不過如果你以為啊 在這邊德國菜都只能吃肉的話 那你就錯了 因為呢也是有海鮮可以選擇的 但是它比較算是一道創意菜的 對 沒錯 它這個的話叫做海鮮酥皮粽 這個稻菜在德國 它其實算是有點像移民過來 它大概是一百多年前 然後從法國就是傳來德國 然後在他們的當地呢 就是一定要一個酥皮 然後裡面要放一點排飯 然後裡面上面的醬汁大部分都是奶汁居多 然後因為我們台灣比較屬於海島型國家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海鮮那麼的有特色 就應該是要來搭配在裡面 然後創造出來這道料理 我覺得它一次可以吃得到那個 就是奶油香跟燉飯的感覺 對… 對 因為它那個飯啊 其實因為醬汁淋下去之後 它充分吸收醬汁啊 所以海鮮的那個鮮味 其實有被飯吸進去 然後外面這個酥皮啊 它的奶油香真的很自然 但是不會搶掉它的那個味道 對 沒錯 在安和路巷弄中的氣氛小酒館 是間異國風味滿滿的西班牙餐廳 從餐點到搭配的美酒 都要展現熱情的西班牙鮮紅濕利喔 這一道 它其實有點像是那個西班牙小菜 用塔帕斯的方式 對 其實塔帕或是塔帕斯 它的意思就是小菜的意思 所以這一道的話是 塔帕裡面其中一個小菜 一個種類叫做麵包小碟 就是麵包小碟 我們先看到這一個 上面這一朵菇啊 這麼大覆蓋整個麵包 還只剩下一半而已 是啊 那是什麼菇 這是鮑魚菇 鮑魚菇 然後上面我們看到 看起來像是一個青醬的一個佐料 這個青醬就 呃 不是一般你們所謂 大家知道的義大利青醬 這是西班牙的青醬 義大利青醬是用螺爐和鹽去打 那西班牙的青醬是用香菜 香菜 我們吃那個藕瓦米粑會加的香菜 對 沒錯 真的 那個西班牙也有 對 這個西班牙飲食跟台灣好像 是啊 哇 它的鮑魚菇是滑脆的耶 而且 這真的是我們吃到的那個 N3的味道 對 第二道呢 西班牙烘蛋 我認識 我有吃過 其實西班牙菜裡面一定少不了的 就是經典的 烘蛋 對 而且他們的那個烘蛋啊 我覺得都在挑戰那個厚度耶 一個比一個膨 是 這樣沒有錯 它 西班牙烘蛋的話 它的最正統的做法 應該是它是夠紮實 蛋少 馬鈴薯 蛋少 馬鈴薯多喔 所以你看到它薄薄的 只有薄薄的一層蛋在外層 然後裡面的這個馬鈴薯 是層層堆疊 來去讓這個烘蛋呈現出它的厚度 它馬鈴薯不是完全鬆化 它有點脆脆的口感 我們追求的是裡面堆疊 你切開來它是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所以我們不會把它煮得太過爛 對 而且我覺得它中間的那個 半熟的那個蛋啊 包裹它其實吃起來是很軟嫩的 對 所以經典道地 西班牙菜一定不能少了它就是 非常多海鮮的西班牙海鮮飯 對 沒錯 西班牙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吃海鮮 因為西班牙的第五位是 它其實跟台灣還蠻像的 那它幾乎是 三面都是反海 所以它的海鮮的種類 也不會輸給台灣 真的 甚至在西班牙有的一些海產類的東西 台灣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其實那個Chef 他用很大量的一個高湯 慢慢慢慢去熬煮 是要把那個高湯的味道煮進去裡頭 對 沒錯 高湯是一個重點 如果你的高湯不夠海鮮的濃郁的味道在裡面的話 你煮出來的海鮮大鍋飯就不會是好吃的 它的飯整個把海鮮的精華煮進去裡頭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海鮮的這個量也非常的大 就是有淡菜 然後有三隻蝦子 還有非常大非常飽滿的果粒在這邊 這淡菜是馬祖的 新鮮的淡菜 用台灣的 對 所以不是用冷凍的嗎 沒有 不是冷凍 你吃吃看就知道了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其實我不太敢吃淡菜 蚵仔類的東西 可是這個啊 你看我完全沒有皺眉頭 它不會腥耶 對啊 沒錯 這是每天我們從馬祖都是坐飛機 所以我們不論我們用的任何海鮮類 因為如果有用上的淡菜 我們是全部從大廚前進去 鄰近內科園區的江南街上 充滿鄉村風格的吐司專賣外帶小店 多口味的鹹甜吐司變化 還有飲品搭配 是內科辦公園區 早餐或者是下午茶時段 都愛來上一份的美味輕食小點喔 接下來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吐司料理之外 還可以找得到很多吐司意想的故事 為什麼呢 先來歡迎店主人 在我身邊的是劍達 你好 主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選擇的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什麼口味的Panini 是我們的人氣的招牌的Panini 叫做墨西哥里基Panini 所以它會有一點辣嗎 會有一點 它是帶一點墨西哥香料 除了里基肉 生菜 起司 還有沙沙醬 還有一些甜蜆蜆的部分 所以它在熱熱夾烤的時候 那個起司會有一點融化融化的 那種感覺在裡面 Juicy的感覺 咬下去那個起司融化之後 有一點那種熱燙熱燙的 沒錯… 那個內餡在裡頭 然後你會覺得它瞬間 有一個那個起司香會融化出來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厚片吐司系列的對不對 沒錯… 然後這邊厚片吐司系列的 其實就是甜口味居多的 以甜口味為主 就是一個甜點 這個就是棉花糖厚片 棉花糖厚片喔 對… 然後就透過說在烤的過程 把棉花糖烤了一點微焦 它會就有點外酥內軟的感覺 然後在最後再撒上我們的 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醬 其實說整個的口感跟滋味 都滿有層次的 光是看上面的棉花糖 它會牽液耶 真的 對 然後它烤到 有一點那種焦化焦化 那感覺的話 看起來就很誘人 那棉花糖 烤得焦焦的時候 你有點那種焦脆焦脆的 那個感覺 沒錯 然後裡面還是軟的 對 裡面都是那種像泡泡的那種感覺 沒錯 綿綿的 對 綿綿的棉花… 簡單的搭配就很好吃耶 這個是盆栽喔 真的是把土放在上面嗎 沒錯 沒錯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對啊 這個大家敢吃嗎 這個感覺還滿自然的 無毒的 對 這是把什麼土放在上面 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Oreo Oreo巧克力 是Oreo 對…巧克力碎片 其實它這個產品的名稱的全名 就是Oreo盆栽厚片 對 所以它也是走一個 療癒系的一個玩味視覺 在上面對不對 是的 它烤過之後會脆脆酥酥的 對 Oreo烤過的時候 它會加一點酥脆感 對 然後它搭配說巧克力醬 配合它原本的Oreo巧克力碎片 的那個巧克力味 其實是還滿濃郁的 但是又不會太甜 它不是完全甜耶 我覺得它有一點那種 鹹酥 鹹甜的那種感覺 在裡面 對… 美食種類白白種 今天你想要吃哪一種啊 臉書噠噠夠 讓大家不用傷腦之意 因為今天我們要來場 美食物國界 味集各式的創意精華 要讓味蕾大大玩味喔 位於東區精華216項中的 美食一級戰區 旅居加州多年的年輕蘇西主廚 要用華麗多變的 加州創作風格壽司捲 來顛覆一般人 對壽司的刻板印象喔 這一道呢 大家其實我還不用講 它是什麼牌子 大家一看應該就知道了 四個圈圈 對 這是就是奧底嘛對不對 奧底 對 就像我說了 你在做壽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 在西方料理上面 你吃牛排的時候 你是會有一些配菜配料 那上面會有一些奶油蘑菇 奶油蘑菇那這個味道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但是你再加上壽司的元素上面 你可以結合在一起 上面的那個螃蟹肉 它其實打得很綿密 所以它吃進去的時候是柔軟 然後會有化開的那種綿密感 然後你在咬到那個飯的時候啊 吃那個醋飯是QQ的 那種口感 然後中間炸下一樣是酥酥的 可是最最精華的來囉 所以在上面的這個菇啊 它其實炒得非常的香 有那種田園 然後結合海鮮的那個香氣在裡頭 這一道呢 其實它又呈現了不一樣的 這個California Road 因為它是用炸的 對 整捲下去炸 其實這道菜啊 它不是我發明的 它是我一個好朋友 那它是墨西哥人 然後它名字是我幫它學的 它叫做So 是什麼樣的菜名 要出動到我們的消音部隊啊 原來Joe不僅是愛在食材上玩味 也喜歡在菜名上大玩搞怪創意 這一道沙巴王棒的英文諧音 我只能說 Alright 我們來嘗嘗味道是如何吧 我覺得它很像是 天婦羅版的壽司捲 壽司捲穿上了一層脆面衣啊 真的就像天婦羅一樣 外層酥脆 內裡餡料豐富 還有著熱溶的起司軟心 搭配上混合了洋蔥 番茄 檸檬 以及香菜的爽口沙沙醬 酸甜鮮脆的氣息 即使是搭配炸物 吃起來也清爽不膩呢 接下來這一道呢 我個人認為要來挑戰我 對於那個生食的極限 但是呢 你們這邊菜單上面是叫海洋牛排 海洋牛排 為什麼 就他們是用鮪魚肉啊 為什麼要稱它是牛排 真的嗎 我怎麼覺得它是牛肉 它怎麼會是鮪魚 真的嗎 它是牛肉嗎 是牛肉吧 就是魚嗎 好…來 試試看 它其實是 它吃起來有像肉的感覺 對啊 因為很多人還是沒有辦法 直接生吃生魚片 那我覺得當廚師 你的 應該算是你的個人的一個責任 跟一個一個想法 你要如何讓不能吃生食的 這個顧客或者是來賓 幫他們做一個料理 是可以去接受的 位在松山區 法德巷弄當中 開幕不久的創意料理餐廳 每到用餐時間 便吸引許多人上門嘗鮮 享受變化多端的創意料理 所迸發出的興趣滋味 你好 你好 這邊第一道 它有點像是韓國的辣炒年糕 對… 它是改變自韓國的辣炒年糕 可是它裡面的元素 跟韓國的食材完全不一樣 它紅紅是主要是番茄的醬汁 而且它的味道是 我們去併湊出來的 中西的食材 傳出出來的料理 可是用韓式的食材來呈現 那我覺得它吃下去 你瞬間會覺得 它是義大利式的口味 因為它的那個番茄的酸甜味 非常的鮮明 很像義大利麵的味道 對 然後你慢慢咀嚼的時候 它有微微的辣度 其實我覺得它的辣度 沒有非常的強烈 就是不會讓你一入口 就辣到嗆到的感覺 可是它有微微的 就是讓你的舌頭 會有變的那個刺激感 在你咀嚼過後 第二道要顛覆大家的這個印象呢 一般我們知道那個果餅 或者是Pizza類的那個 上面有些會放很多餡料 對 可是餡料通常都是比較細緻 有沒有絞肉啦 或者是火腿啦 或者是臘腸啊等等 這邊炸進去的是烤鴨喔 對 你是北盆烤鴨那種烤鴨嗎 比較是台灣式的 對 因為它是 但是我們選用的是來自宜蘭的 它們那種放山的櫻桃鴨 所以是很新鮮道地的一個口感 然後加上我們用比較中式的料理 方式去做辣炒 對 然後加一些紅黃的甜椒 然後它的口味是比較鮮甜 然後帶有辣味的重口味 這個中間的辣度其實比剛剛那個 年糕來的明顯 對 再辣一點 可是我覺得 它的那個是辣香的那個感覺 然後上面的那個起司啊 其實一方面有一個那個乳香 然後一方面它冰冰涼涼的 跟熱熱的那個內餡 其實也呈現了一個 溫度上面的對比 甜點裡面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舒芙蕾 等一下 你說這一道甜點是舒芙蕾 但它跟我印象中的舒芙蕾完全不一樣 它是冰的耶 而且它是液體的耶 舒芙蕾在我冰箱裡面是剛烤好 然後很烹的那種感覺啊 對 我們為了要提升這個舒芙蕾的味道 我們特別選用兩種醬料 那種就是香草醬 用香草籽跟鮮奶油 然後加鮮奶 然後去研磨出來的一些香草醬 然後下面的是覆盆子醬 就是用覆盆子的酸度 然後搭配草莓的一個甜度 做成了雙果的一個醬料 我了解了 對 跟外面看到比較不一樣的甜點飲料 好 我來喝喝看 它的那個香草味啊 其實跟茶味平衡的還滿滿滿的 就是喝起來有茶味 但是也有香草的香氣 然後有乳香的感覺 那你不會覺得 都是偏重在某一個味道上面 對 在鄰近通話街夜市的小巷弄中 充滿活力的桃紅色料理 可以找到滿滿手作 充滿幸福溫度的料理與甜點喔 William 我們兩個今天 就是打扮得這麼整齊 但為什麼你要帶我來逛傳統 其實不只是今天啦 每天我們都會來市場 因為我們現在中午跟晚上 我們每天會推出一個特餐 那這些特餐呢 就是要親自來市場挑新鮮的肉跟菜 所以這一些食材 你都是親自挑選喔 對…因為每天會有什麼菜 或者是品質什麼都不一定 每天上市場是William開店後 為了每日特餐所養成的習慣 今天市場裡頭有哪些新鮮好料 中午的特餐就上哪些好菜 久而久之市場的菜飯肉飯也都知道 這個時間打著領結的男孩 就會來市場尋寶 買好的菜回到廚房簡單料理一番 今天的新鮮手作特餐就正式上桌囉 今天主要的主角呢 就是這一塊豬排 它是香料豬排 簡單的用一些意大利香料 把它稍微醃過 那醃的時間不能過長 因為一醃之後就會太鹹 所以稍微醃過大概10到15分鐘之後 就可以用比較低溫的火去煎 可以看到像澎湖寺瓜 我們剛剛在市場有看到的 然後紅蘿蔔啊 然後還有洋蔥炒蛋 我盡可能會做顏色上的搭配 這個豬排其實我還不用吃 我就覺得它一定好吃 因為我剛剛跟William去買菜啊 我看到他買的豬是那個溫體豬 對 所以那個豬排一定是非常好吃的啊 我光是剛剛把它切開 我就看到它那個肉汁 整個是鎖在裡面 對 溫體豬的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它最新鮮 好嫩喔 簡單的料理就會很好吃 每日特餐是店裡唯一提供的 手作餐點 而其他一個個玻璃罩子裡頭 發光等待著大家的 則是William稱為手弄甜點的 一道道細緻手作蛋糕 這個檸檬香氣好舒服喔 而且它除了蛋糕裡面 有檸檬香氣之外啊 旁邊的這個就是搭配的蘸醬 也有檸檬香氣 對 我們是用檸檬跟 檸檬香氣去調的 調成一個佐醬 我們所有的蛋糕 它都會有一個配料 對 因為我們蛋糕 本身用的奶油量比較少 所以它會比較 口感上會偏乾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覺得奶油量 減少之後會健康很多 所以我就會用另外設計的醬料 來跟它做搭配 因為檸檬香氣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所以它可以去膩 所以它就會加了檸檬香氣之後 蛋糕也加分 然後配料也加分 另外我們要來嘗的這個甜點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叫黑瓜瓜 它是那個 我們初一十五吃素的時候 要吃的那個脆瓜嗎 為什麼叫黑瓜瓜 因為它就是黑布隆東的 它就是用黑巧克力跟地瓜 製成的 黑巧克力跟地瓜 所以跟脆瓜沒有關係 沒有 我還以為它是鹹的 黑巧克力跟地瓜 怎麼會想到 要把這兩個東西融合在一起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地瓜 尤其台灣的地瓜 非常的甜 非常好吃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這麼好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把它做到甜點裡面這樣 我就後來就試了幾次 然後做實驗之後 終於被我試出來了 它就一直成為 我們的經典的一個蛋糕 它吃起來有一股蜜香耶 在那個巧克力的那個味道裡面 還有一股那個 烤地瓜的香氣 對 在裡面 甜度恰到好處的地瓜 採用的是台濃66號 紅皮紅肉地瓜 當苦甜巧克力的純苦 碰上地瓜的焦糖蜜香 兩股強烈的氣味 並沒有因此而互相搶味 反而擦撞出了一股 中西混搭的交融口感 是膩了一成不變 那就朝大膽創意的料理前進吧 無界線的加成變化 可會激發出你印象不到的美味火花喔 一起出門去尋找創意料理 嘗嘗鮮 點心啪啪GO 我們下週見囉